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来很多人都很怕寂寞 有时甚至是因为寂寞 不想独处 做了些很不应该做的事 浪费青春 浪费时间 看回马丁路德 当他逃难的时候 他躲在古堡里的一个房间 天天翻译圣经 当他一直翻译的时候 觉得好不是味道 因为所用的文字 太过谷歌和卦 根本上很难明白 于是他怎样做呢 入到群中 他就乔庄去到市集里面 去不同的环境里 去听人的声音 用词用句是怎样 带回来 然后将它活用地 去写入圣经里面 所以他所翻译的德文圣经 到现在为止 都是很普及 所说的都是 我们叫做很贴地的一些德文 这就是如何 他经得起时间考验 和真真正正活在群众当中 接下来吧